在千篇一律的选择里,人人都渴望塑造独一无二的品味 但在雪茄界里,用定制的概念想法仍旧略显新意 它就是蓝珀特 蓝珀特品牌成立的契机,诞生在2016年的泰国 有着法学博士学历的奥地利律师斯特·凡函·珀特正在泰国度假 看着行色匆匆的路人,或是游客,或是务工人员 他不禁萌生出将雪茄与定制服务相结合的想法 就像是定制西装一样 第一个雪茄系列,雪茄实验室便因此而生 他就好像在实验室里调配创造,给人带来神秘的新鲜感 斯特凡也希望大众可以通过他的品牌找到属于自己的高级手工雪茄 该系列一经推出后广受雪茄界的好评 对于斯特凡而言备受鼓舞 这也激励他发布了新的系列雪茄 让雪茄爱好者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享受 品牌也因此得到长工发展 这个实验室在尝试了各种不同雪茄业的调配方式后 令斯特凡意外的发现 其中一条使用特别材料的配方质素极佳 这就是带有咸味特色的海洋之风 宛如迎着大海的河风 摊坐在松软的沙滩上 感受阳光清晰的暖意与扑面而来的咸味 为了探索更多的创作灵感 打造多元丰富的雪茄选择 斯特凡开始在中美洲寻找影响的地点 设置自己的雪茄工厂 如今已经遍布哥斯达利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 除了前面说到的品牌第一个系列 雪茄实验室和海洋之风外 独特的斯特凡家族渊源标志 作为家标的1593和1675 共同建造起一个完整的蓝破特品牌 其中1675限量版蓝色雪茄系列 1675限量版红色雪茄系列 是斯特凡与奥特茨家族的联手之作 在偶然的机会下 斯特凡结识了印第安娜奥特茨 她是雪茄界重量级调配大师 马奥特茨的女儿 印第安娜也在今年年前宣布推出自家品牌 卡塞奥特茨备受期待 蓝破特1675限量版蓝色出类拔萃 拥有丰富的皮革木材 咖啡和核桃的香气 结构复杂而平衡烟气十足 此款在国际上屡获殊荣 雪茄盲评论网给出了94分的高分 全微雪茄杂志 Sigachino更含有的给出了93分的高评分 对于气味的敏感性 也许因为承载着每个人专属的记忆 而变得柔美 蓝破特所传递的雪茄精神 就像是能够随时拍打波涛的涟漪 每次的出彩 只因贯彻着一段平时的幸福